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布马 今天呢,要做一个全新的尝试 那就是讲解一部纪录片 本期带来的是豆瓣8.6的高分纪录片《撤离地球》 它用满满的干货告诉我们 如果宇宙灾难毁灭地球 我们是否真的有能力在灭绝前逃往外星呢? 本篇刚开始,科学家们便假设一种最为可怕的宇宙灾难正在接近 那就是中子星毁灭地球 中子星是一种星体残骸 它的前身是一颗比太阳还要大很多的恒星 当它极快地烧光之后呢 核心便会塌缩 而这将形成一场大规模的星体爆炸 爆炸结束之后 会留下一种由中子构成的极其致密的核心 它的直径只有10公里 但是质量却是太阳的2到3倍 那拜这种可怕的质量所赐呢 它的隐匿也是极强的 一旦有物体接近中子星 一定会被这种巨大的力量所撕裂 哪怕是行星也不例外 而中子星更恐怖的一点在于呢 它并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 当它的核心塌缩之后呢 便会以极高的速度在太空中飞驰 任何档路的东西都可能被它撕碎 假设中子星正逐渐向太阳系推进的话 那么它自身的重力场 会强烈地破坏小行星等星体的轨道 而这些星体中的很多呢 又会变成陨石雨降临地球 造成几十几百万的伤亡 然而这还只是前奏 跟中子星本身的毁灭力量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本片中呢 科学家们为中子星的抵达 假设了一个年限 75年 在这75年内 人类是绝对不可能有能力 改变中子星的行进方向的 所以呢 我们只能选择坐以待毙 或者设法逃到别处 鉴于中子星的威力 整个太阳系都会被彻底的毁灭 所以移民火星 或者是木星的卫星 肯定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逃出现在的太阳系 寻找另一个类似的星系 然而要把七十亿人 送出太阳系 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竟纵观人类的历史 只有大约六百人去过太空 更何况呢 我们至少要到达 六到八广岭之外 才能找到下一个移据星系 所以我们注定 只能把少部分人送走 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手段 送他们离开呢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现有的航空飞船 肯定是无法成功的 因为现在所有的太空飞船 都是用化学燃料推动的 这种方式 短途滤行还行 但是如果想用它 找到下一个太阳系的话 就会变得好像猫椎尾巴一样 因为长距离航行 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燃料 而这些燃料呢 又进一步加重了飞船的质量 因此又需要带更多燃料来推动 最终形成一种死虚环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成功 首先要打造一艘 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船 其次呢 还得研发一种黑科技引擎 那该用什么黑科技呢 科学家们首先提出了太阳帆技术 他们解释说 日光照射在帆上 动量便会随着太阳光子 转移到帆上 这样太阳帆便会利用辐射压 推走飞船 就好比于海风推动了帆船一样 不过太阳帆最大的问题 在于它过度的依赖太阳 而我们行动的目的呢 又偏偏是逃离太阳系 可以预见 我们离太阳越远 太阳帆的作用便越弱 最后 飞船甚至会彻底抛锚 这项技术最终被否决掉了 科学家提出的下一个技术呢 是一种非常科幻的东西 反物质 他们再次解释说 反物质顾名思义 就是正常物质的反面镜像 它们大部分属性呢 都和正常的物质相同 只是电荷和自学方向相反 所以将反物质粒子 和正常物质粒子 结合在一起的话 它们便会发生湮灭 并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据估计 每磅反物质储存的能量呢 是化石燃料的数万 甚至数十万倍 但是吧 反物质的能量过强 也是个缺点 这让它变得非常危险 而且难以掌控 专家推测呢 如果真的造出了反物质 必须把它储存在真空室 还得通过磁场 让它悬浮在空中 远离墙壁 毕竟墙壁本身也是包含正常物质的 正反两种物质 一旦接触便会发生湮灭 把整艘飞船炸成渣子 这个光是听起来就很危险了 容错率也很低 所以反物质技术也被否决了 讽刺的是呢 科学家们最终认可的 竟是一种60年前的古老技术 那是美国在1960年左右的 猎户座计划 它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在飞船尾部 不停地引爆核弹 靠持续的爆炸波 推动飞船 当年美国曾用传统的 炸药炸过飞船模型 结果证明是可行的 只不过1963年呢 美苏等国签订了 部分禁止核实验条约 猎户座计划也因此夭折 如今呢 科学家们预想 可以打造一艘 无比巨大的太空船 然后在飞船尾部 装一个有大型减震器的推进板 当他们在推进板后方 引爆核弹 冲击波便会撞击推进板 而推进板呢 就推动飞船 只要这样不停地炸 不停地炸 飞船便可以不停地前进 科学家们计算 每隔三秒引爆一发核弹 连续引爆10天 就可以使太空船 加速到光速的7% 当然这个计划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就拿刚才的推进板举例吧 首先它必须有 屏蔽核辐射的功能 否则的话 核弹爆炸会危及 船舱内人员的健康 其次呢 它必须能承受住 每三秒一次的核爆炸 而且我们先抛开 推进板不提的话 飞船的船舱该怎么建 也是一个大问题 科学家表示 船舱里面 最最重要的一个环境要素呢 其实是一种普通人 很少能注意到的东西 那就是重力 因为地球所有的生物的生理构造 其实都是围绕着重力进化而来的 一旦失去重力 我们的骨骼内的钙质便会流失 肌肉也会萎缩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实践的证明 因为此前呢 曾有位航天员在国际太空站 待了三个月 等它们返回地球时 便已经非常虚弱 只要没有人搀扶 便会跌倒 仅仅三个月便会这样 那如果终身无重力可想而知 尤其人类将来很可能在太空生于孩子 而在无重力的情况下 任何有骨骼的生物都将无法正常发育 届时人类的下一代很可能畸形 幸运的是呢 比起让地球生物适应无重力的环境 在飞船中制造重力就容易的多了 科学家们想到的便是利用旋转来模拟重力 它们想把船舱做成筒心 缓慢的旋转船舱呢 就可以产生匀心力 而这五力心力呢 会把人推向船舱的外缘 让我们好像感觉到了重力 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杰瑞德欧尼尔教授 早就提出过类似的构思 它生前设计的统型殖民地 就是类似的原理 科学家们用计算机模拟它的设计之后 推测船舱可以据此建造一个巨大的 自己自足的生态环境 面积是曼哈顿的四倍 预计可以容纳25万人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部纪录片认为 人类在75年内逃离地球 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为此需要用核弹来推动飞船 还需要统型的旋转船舱来模拟重力 运气好的话 船舱可以容纳25万人 然而抛弃这些之外呢 还有最危险的几个问题 期待回答 究竟谁才有资格活着离开呢 而被抛弃在地球等死的另外71人 对此又会产生什么想法 做出什么举动呢 因为篇幅的限制 本期视频就只能讲到这儿了 明天呢 波马还会带来下一集 带着大家和科学家们一起猜测 上面几个问题的答案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fans 咱们下期再见